大家好 我是Kimberly 我是台灣的快艇衝浪選手 其實我到35歲我才第一次站到板子上面 可以很自在地去擺動我的肢體 那就感覺好像在水上跳舞一樣 我也是一個媽媽 我有兩個小孩 那麼今年我也考上了健身證照成為健身教練 待會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分配自己的斜槓生活 也要告訴大家我自己的保養心得喔 快艇衝浪運動其實不是大家想像的 要到海邊去做這項運動 它是一個都市衝浪 那麼我們是在快艇的後面滑行人工打出來的浪 所以只要能見度夠好的時候我都會下水 非常的很冰涼 我從2016年開始參加國內的比賽 我比了大概30幾場的賽事 不管是國內外也跑了很多的國家 很多人以為我只是玩飄性子 沒錯 當初是為了孩子 我們很喜歡帶孩子去做戶外運動 知道有滑水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帶著孩子去滑水 那我跟小孩一起下去滑 結果從那時候開始我就到現在沒有斷過 因為媽媽自己也愛上了 你們可能沒有辦法想像我在極端的氣候底下 我還能夠讓自己泡在水裡 常常我的朋友是用那種驚呆的眼神看我說 這種天你也下去滑水 可是你要我在岸上沖冷水少我不敢 但是下水你叫我那種冰冷的水 甚至是低於10度寒流天的時候 我二話不說普通就跳下水了 那我就是一股決心 我一天是從跟孩子們相處開始我的一天 我大概都六點半就會起床 那我的孩子跟我非常的親密 他們在上學之前一定會先把我叫醒 然後我們會親親抱抱聊天 就去享受那片刻的親密感 那當然我們是熱血家族 非常喜歡水上運動 所以通常週末我也會帶著全家 跟我的孩子我的先生一起去沖浪滑水 我喜歡吃很豐盛的早餐 因為我早上我很喜歡那種被食物填滿 然後很有活力很充沛的感覺 因為有健身的關係 所以我很喜歡吃落冷液 我早上如果要去滑水 一定要有充分的澱粉 才會很有精神很有力量去做這樣的事情 開始快艇衝浪的生活以後 真的改變了我很多 女人的美它不是單純的是 靠外在加租在自己身上的 我很喜歡曬太陽 以前可能不停的要做美白 臉上不能有一個斑 但是我現在很享受自己臉上有一些曬斑也好 甚至皮膚會曬黑變得有一點古銅色 我會覺得自己的健康形象很不一樣 澎湖的天氣好棒 海水好來好淨澈 真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大家若有機會一定要來澎湖玩喔 其實我發現保養這個過程 是一個很personal的一個經驗 滑水這件事情 我們是在一個比較複雜的環境 就是通常曝曬在紫外線下 尤其是我一下水通常就是15到30分鐘 我是在陽光底下 所以我發現我在曬太陽過後 很容易的過敏 在下水以前 我會在我已經上了保濕的臉上 擦一層凡士林 皮膚科醫師他就說 你給皮膚太多的負擔 不如就很簡單的就擦凡士林 這是最好的消過敏的方式 那凡士林我覺得他的好處就是 他的延展性很好 然後他會幫我把臉上的保濕的滋潤感封住 然後就擦一層防曬 我不怕曬黑 我主要是不希望臉會受傷 所以如果太陽很大 我還是只上一層薄薄的防曬 然後當我開始有一點癢癢的時候 我知道那個就是要準備開始過敏的前兆 我趕快晚上洗完臉以後 直接擦一層凡士林 那個隔天起來那個刺刺痒痒又不見了 超級好用 有的時候我會在早上的時候去滑水衝浪 那種感覺很棒就是 送完小孩我大概在八點出頭 我就會到嘻嘻哈哈滑水學校 那在銀心碼頭那邊 我很喜歡河岸的美景 台灣真的很棒很漂亮 早上的河水是像鏡面一樣平整 是很舒服的 然後甚至那邊有蟲鳴鳥叫 然後下水之前我會花一點點時間 讓自己暖身 甚至在水邊做瑜伽 然後感受一下清晨的那種氛圍 我好喜歡喔 那真的是整個人都refresh 因為滑水運動 我重視的就是清潔跟保濕這兩個部分 河水的水質有時候可能有一些雜質 會碰到眼睛 所以我另外還去眼科買了那個專門清潔眼部的 我會用化妝棉用那個清潔泡沫 把眼皮眼淚上下眼瞼翻開去做清潔 才不會讓那些雜質卡在我的睫毛的根部的皮膚上面 快艇衝浪 Wake Surfing 它是因為我們要踩在浪板上 在水上做滑行 最簡單第一個就是你身體必須要能夠平衡 模擬在水上很穩定的面 其實就會模擬像在浪上面 你在陸地上平衡是很簡單 你在陸地上跳躍也不難 可是在水上是一個浪花是你無法掌控的一個浪面的時候 跳躍這件事情跟在水上旋轉 我們會有很多的像基本的花式動作的360度水面的旋轉 都考驗著你的身體的核心力量還有平衡感 所以我會在陸地上面做這方面的訓練 譬如說我會利用彈簧床去練習自己的跳躍的高低 以及核心的譬如說內收你的腹部肌群等等 我在水上其實也不是一開始就這麼如魚得水 我到現在仍然會摔水仍然會落水 這都是上千百次的練習的經驗累積起來的 跌倒了不要怕跌倒 不要怕摔 哪怕是摔一百次一千次 我都會告訴我自己 再站起來我們再試一次 當了選手以後又讓我人生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學習就是 你以為你自己準備好 但是NO 沒有 當了選手你出國到每一個地方 新的環境比賽你就會發現 其實自己要永遠用謙卑的心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其實一開始的得失心是很重的 尤其是我第一場的海外賽我就拿到冠軍 但是有時候你會不小心走偏了會偏掉了那個 我就會不斷地提醒自己我的初衷是什麼 我愛這個運動當初是為了什麼 我不是為了去拿獎牌 不是為了去一定要有那個title掛在身上 而是比賽輸數贏之間 我曾經在出賽的時候 特地飛到國外去參加比賽 第一場就被刷掉了 每一次的輸跟贏 這只是在你人生過程中的一個點 每一個點都是不一樣的 人生的起伏都是一個養分 我每一次在水上的經驗都是讓我很珍惜而且很興奮 那我很能夠在浪上跟著音樂去擺動自己的身體 所以我可以在板上做深蹲 可以在板上跳舞 很好玩的我都會在板上進行 所以快艇衝浪它很風靡於整個歐美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完全的一個lifestyle 變成一位選手以後 讓我開始覺得 哇我是台灣選手的一份子 雖然是已經到這個年紀 所以才開始比賽做選手 我覺得我很珍惜 那也是全力以赴 那從那時候開始我才告訴自己說 喔原來Kimberly你可以 你可以當一個選手 那我記得2019年9月底 我是台灣唯一的代表選手 飛到美國Georgia去比 美國的年度大師賽 那時候我看到我們台灣的旗幟 就放在英國跟美國的中間 我那時候真的是眼淚掉下來 我從來沒有那種 看到自己國家的旗幟 那種的感覺的歸屬感 那種的榮耀是有多麼的震撼 第一次有滑水選手 在在美國的領土上帶著國旗 那那一場很幸運的我也得到了銀牌 然後我上台的時候 我就是旨意 我就是要把那個很大面的國旗 我就把它披著上台 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動的一刻 我很享受每一分鐘在水上的感覺 當我踏到浪上那種感覺 每一次都是很全新的感受 然後我甚至常做夢都夢到我在滑水 你們就知道我有多熱愛這件事情 其實我一個星期大概有兩天的時間 會分配給自己做重訓 另外大概會花兩到三天的時間 每天大概花一個小時在水邊 我梳洗好了以後 我就會進到健身房去教課 我非常享受教課的生活 那讓我分享很多自己的經驗 還有我很喜歡看到別人也變著更健康 然後跟著變好 那也因為這樣子不僅我自己受惠了 我也幫助到身邊很多的人 來和我一起運動吧 我的身分其實是一個媽媽 即便我現在變成了快艇衝浪的選手 我是健身教練 我寫了書成為作家 我最引以為自豪的工作就是 我是一個媽媽 我很享受親子之間的相處跟感覺 然後跟他們分享很多的媽媽經 我總是會說你看媽媽以前怎樣怎樣 你看媽媽現在怎樣怎樣 他們現在就知道 連媽媽都那麼努力不放棄 我也不能放棄 他永遠記得媽媽跟他講過一句話 我覺得身為女人其實是蠻辛苦的 因為有很多身兼的角色 當我們在職工作的時候 然後結了婚我們變成職場女性婦女 然後我們要身兼太太的角色 要身兼媽媽的角色 相對女人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我也曾經在剛剛結婚的時候 一股腦的是在工作跟小孩子上面 再碰上產後可能身材變形等等 其實有一陣子我是比較沒有自信的 所以我覺得女人在每一個階段 你有你該努力的事情 該專注的事情 但是你不能夠放棄自己的快樂 因為唯有你把自己照顧好 你才可以把這個正能量帶回你的家庭 讓你的家庭也感受到你的自信的快樂 所以我的快樂的來源 就是我從運動當中獲得的自信跟健康 孩子們看著媽媽是如此快樂又自信的女人 我的女兒今年13歲 她常常會說 我希望我將來跟我媽一樣酷 她會跟同學說 Oh my mom so cool 然後我覺得這讓我很感動 就是我是一個很酷的媽媽 那我是她們的榜樣 我母親節我女兒寫卡片 Mom you so cool 這樣子 對我就知道原來她也以我為榮 好